不知道北约的价值观是什么 如果是以意识形态划线制造矛盾 挑动对抗 加剧紧张 那中国确实不能认同 事实上是北约不断挑战中国 干涉中国内政 歪曲抹黑中国的内外政策 严重挑战中国的利益和安全 对于乌克兰危机 中方始终致力于劝和促谈 推动政治解决 北约应当反思 危机的根源 反思自身为欧洲和世界的和平 做了什么 而不是推卸责任转嫁矛盾